可能便会比较好幸好,提高些 rooftop 可不能停留落说法吗? 如果未有货,所有资计划应该如何? 有货,我当然可继续停留吧 昨天一撮阔升穿了一点东西 开始很迫至6岳投 Prop Day 大概有260多材料 所以你可以先看能否破替 可非要不能再继续保 flavours 但未有货,我认为有两个策略 要么是你等它落下240左右才去考虑 那你设计它,可能试下260楼上第一个目标位 如果能破到的话,就会升整个环区间再抹那一格 那就更加好,这样就会更合适 二来,如果你不想等,我宁愿先等它破了位 可能是升穿260楼上,你再去追,会比较好 所以我认为现在升了一大棍之后 现在这个位置,可能要看一看才去部署,比较合适 来到京东,观众Abitang,他们是有货的 他有224元,怎样处理呢? 恭喜,224买,如果真的近期买得挺漂亮的 因为近期最低只是220楼下一点 其实你差不多买到低位 也能博到这几天的一个反弹上升 我觉得一来可以拿着它 当然你更加灵活,你可以吃住部分都可以 因为反弹这件事,很难估计到准确的目标位在哪里 与其你220多,现在225都差不多赚了一成 所以我觉得灵活一点,吃住一半 其实更加可以的 但当然不是的,你想继续持住都可以 但我觉得如果你这么说,就定着指站位 继续托它发上去 所以指站位,刚才提到就是284这个位 如果短线不下到284楼下 我觉得那些货不特别短线来说 不需要特别担心 反而上来计算,刚才说到 260做第一站,如果破坏了 就等下计算270多,做个目标位先 !